上前衝進旅館房間內 看見五名惡煞 以及被囚禁的兩名被害人 大聲呵斥 但對方完全沒在怕 甚至不覺得自己做錯事 原來他們是詐騙集團的水防人員 而被搶乳帶走的一男一女 則是詐騙車手 而其中一人因為黑吃黑被發現 才會上演入人戲碼 發現兩名被害人 遭五名犯嫌監禁於房間內 經了解被害人系詐團車手 遭犯嫌壓制旅館內要求還錢 全案僅循後依妨害自由罪嫌移送新北地檢 事發在新北中河區 警方獲報兩名未成年 遭人搶乳囚禁 立刻帶領大批人馬攻堅救人 被如左的少年 事後坦承自己是詐騙車手 先前取了一百萬張款後 聽信朋友提議私囤款項 把錢交給其他人保管 沒想到卻被上游水防抓包 警方將五名惡煞 以及兩人統統帶回警局偵辦 後續也將擴大追查集團上游 財政宣告 正確 總得 兇